這個是今天搶通的進度 只有這麼一點點距離 大概10公尺左右 然後後面還有一大塊 另外道路上堆滿了巨石 儘管大型機具出動搶修 但道路狹窄 山區雨勢不斷 搶修困難 使得受困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的 11名員工及4名遊客有點心慌 我們整個中心的一個 伙食的一個情況 基本上是快要不夠了 就全體員工都是在外面 摘一些野菜過來吃 石頭路線都掉下來了 阿里山二萬坪風景區的連外道路 7號凌晨3點多 不敵強降雨 帶來超過700毫米的雨量 邊坡嚴重坍塌 大量脫石從山上滑落 導致有70米長的道路交通中斷 從高空俯瞰真的是慘不忍睹 路斷了外頭的遊客進不來 住在青年活動中心裡的11名遊客 還有10幾名員工也出不去 見到這慘狀只能愛聲叹息 9號的時候有一組客人 兩戶的家庭拉著反車 一位同仁陪同下山 還有一戶四名的 因為要跟著車子一同下山 司機告訴我們要搶風的時間 會在13號左右 儘管鄉長說11號下午應該就會搶通 但員工現場了解 進度似乎落後了 四名遊客已經受困六天 就怕山上的存糧不夠 他們只希望這道路可以在安全無遇的情況下 儘速搶通 TVBS新聞紀健亨嘉義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等你喔